大家好,今天咱们谈一下乌克兰方面的事情 美国威胁俄国,你只要敢对这个乌克兰动手 那么我们美国将联合欧盟、北约、甚至其他的一些国家 把你俄国从这个美元斯维福特这个支付体系中给你剥离出去 俄国呢,他也有他的诉求 他的诉求很简单,就是不能北约在东扩了 你都快打到我家门口上了 你在东扩,然后你再把一些武器摆到你的边境上 那对于我们俄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俄这次会谈 谈到的其实很大的方面就是这方面 美国没有答应不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也没有答应北约不会东扩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俄罗斯则说如果这个达不到 那么他就会要求东乌这块进行独立 这样来呢,有一个防火墙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双方其实这次会谈呢 啥结果也没有 拜登拜老爷子威胁普京 要求北约不许攻破 那现在这两边呢,就你打我的,我打你的 那那个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双方呢,有来到去 但是呢,双方也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个拜老爷子回去可以交代了 你看看,我让俄罗斯不敢打这个乌克兰 而俄罗斯呢,则直接威胁北约 如果你如何如何,那么我就会如何如何 双方呢,其实在相识当中 不管是北约,还是说美国,俄罗斯 三方其实在我看来都不想打 因为一旦打了之后呢 你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实力 短兵相接,肯定是赢不了 那么俄罗斯最后的手段一定是核武器 这互相毁灭吧 毁灭首先倒霉的是欧洲 欧洲倒霉当中 北约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和军事实体 那么有解散的可能性都有 因为到时候真的俄罗斯采取强攻的情况下 这个北约根本扛不住 那么你美国如果这时候 说手做脚不打的话 那俄罗斯最后就赢了 当然是一种极端的猜想 这种可能性的后果 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认为 但如果俄罗斯以这样的态度去跟美国对话的话 那么美国怎么办 想双方其实都在用这种强硬的口气去试探对方 最终的结果啊 其实不会有什么结果 双方得到各自的这个口嗨 最后就结束了 拜老爷子通过这样一个对话 其实为完成他的这个中级选举 增加自己的伤势 之后这个民主方会也是同样的道理 而俄罗斯呢 通过这种强硬的态度 点名你拜登 拜老爷子提起北约 也让那个起到了一个很大的震慑作众 对于他国内来说呢 凝聚力量也是很有好处的 欧盟和北约不是在一起的 而欧盟则希望呢 还是不要打了 欧盟对于乌克兰的帮助很明显 还是口会而实不知 也就是说如果俄国吞并了乌克兰 那么美国会不会出兵呢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美国可能要跟俄国打金融仗 比如最起码 美国会要求欧盟 把这个北线号断了 那么倒霉的仍然是欧洲 欧洲呢就会在这方面吃亏很多 同时呢 把你俄国的货币体系啊 从这个世界的货币体系 比如说紫维夫特体系当中 给驱逐出去 那么你俄国想拿你那么的卢布 去买东西就困难了 但这也不是说特别麻烦很大 首先来说俄国的美元基本上没有了 二一个呢俄国跟中国呢进行绑定 把他的卢布呢 绑定在中国的人民币上 锚定为中国的人民币 那么其实中国倒受力了 他你只有你都只有从我这儿换到东西 对吧 中国会拿到大量的卢布 拿到卢布买他的大宗商品 比如天然气什么的 矿产资源什么的 应该讲俄罗斯的资源 当然他地盘也大占到世界35%的资源 中国的国内资源并不很丰富 不管是油气啊 还是矿产资源 稀土中国虽然丰富 实际上主要是在冶炼方面 当然我们国家也有一些稀土的东西 但在航空方面的材料 不适合一两种 是很多样的 包括我们想那个想到月球上 想上空探测 这方面都需要一些稀土元素 在我们在海外啊 有很多的油气田 比像伊朗的比较大的 包括我们在钢果金 也弄了很多稀土材料 具体什么咱们再说 从这角度我们都是在 怎么样呢 在增加我们的资源方面的力度 实际上如果中俄加一块 在资源方面已经超过50% 这个不是一个吹牛的数字 而现在俄国来讲现在只能卖能源了 卖能源就要跟中国加强合作 那么中国呢 对来说对中国来说就增加实力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拜老爷子打这种拳呢 实际上是伤低八百自损一千 不但没有好处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你实际上你增加了中国的实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成为了中国的小弟 跟中国一块搬砖头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增加实力之后 对于美国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所以双方会在这个谈判当中呢 互相退上一步 或者说表面上说了一些狠话 最终呢不了了之 那么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要挟俄国去达成他的一些个政治的理想 或者政治目的 甚至北约的东扩 对于美国来说是件好事 但北约的东扩对于欧盟 我说的欧盟不是北约 欧盟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因为欧盟希望和俄罗斯搞好关系 比如买他的天然气 你向德国最明显 德国国内的所有的核电站全部停了 那么这情况下 他在买这个资源的话 像买天气来供暖或保证他的供电 这些方面 你如果指望着这个法国给你供一些电来说 钱远远不够的 俄国现在是工厂是很多的 耗带量也是很大的 俄国的工业是非常发达的 俄国卖到中国的汽车呀什么的 很多很多 俄国在中国的贸易方面 确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你像我们早期的十来年前 一说德国电子那牛了 很多的像那个电钻呢 基本上都是传着俄国 博士好像那个名字叫博士电钻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俄国这个想跟老欧洲搞好关系 这样呢 对于他打通向欧洲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而美国控制的北约 而北约里边很多是新欧洲 像波罗的海这些小国 他们不是想和欧洲俄罗斯对抗 而是呢被美国逼着和俄罗斯对抗 这样呢他们才能获得好处 美国还逼着他们 比如像立陶宛跟台湾搞好关系 这样结果呢 美国给了立陶宛六亿的美元 这个信赞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这些小国也是没有办法 墙头草 现在呢 美国已经在这个各方面实力上 已经大幅度的削减